气喘、咳嗽、尿频、药疾等综合症案例 但很快就没有效果 以为年龄大了就没有另外治疗 家里有亲戚用原始点调理好的身体 推荐我用原始点调理 调理前的症状如下 一、气喘二十年 坐着会稍微好点 坐视或运动时就特别喘 二、膝关节僵硬不能完全下蹲 一天到晚脚底中不麻 三、高血压三年 口服西药一天一例 四、咳嗽两年 经常性日夜发作 五、尿频尿急十年 咽尿多 约一小时一次 睡眠质量差 六、大便每天二到三次 稀薄不成形 七、体力差 爬斜坡一趟就累喘 原始点调理细节 一、按推每天一次 二、内热源 每天用五十克干姜片熬煮浓浆汤喝 三、外热源 每天用红豆袋温敷三小时以上 四、运动 早上运动一小时 壮备起蹲走路 下午散步拉筋约一小时 五、坐膝 早睡早起 晚上九点半入睡 早上五点半起床 原始点调理过程 原始点调理第七天 气床和右手无力改善三成 右手以前不能独立吃饭 现在可以独立进行 咳嗽改善七成 大便已恢复正常 小便改善七成 睡眠质量改善五成 原始点调理第25天 右手无力及零弧度改善五成 双膝关节僵硬改善五成 气床和咳嗽已痊愈 睡眠质量已恢复正常 夜尿一次 大便正常一天一次 高血压的药来调理后 就停了没有任何不适 体力有提升 早上运动一个多小时不觉得累 经过不到一个月的原始点调理 我身上的症状除了脚底麻之外 都有很大改善 我很开心 感恩张昭瀚医师 研发了原始点 感恩义工们的大爱 及辛苦付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